今晚丹山的路主在这年下 他的第一任王妻来协议离婚 处当年又再结婚 想不到第一任王妻所向欢迎提出 离婚不好的官司 并找到当时 协议离婚的证人来证明 共调当时如风并没有制定 法官因处判离婚是不好 这种结果也让丹山的路主 当时有两个合法的王妻 遷害离婚证书 原来因为关系已经变得清晰 想不到已经结婚的丹山 跟第一任王妻 竟然又又是婚子母的关系 原来丹山在一百空一年的9月 跟第一任王妻协议 并且签订离婚 刷得下年的三月车 又跟欢迎提出离婚不好的诉求 但是丹山山刷得同一个月的月底结婚 嫁给第二次的婚姻与婚证书 可是就在丹山山到现今婚姻 有一个小孩之后 欢迎参举来同地说 丹山山的离婚破定不好 两个合法的老公 如果对方老公也要 要求你离婚姻的义务 你现在怎么办 这是不可能的 那已经都已经过去之了 我们现在也不可能说 这样谈的只是小孩 你说感情上的话 那是真的是 那这个状况就很明显 如果是男方找的证人 那这个男方找的证人 而且也是男方主动提出离婚的要求 那他找的证人 这个就可以推论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结果你既然用这个证人 他在签离婚协议书的时候 没有看到女方在场 就用这个理由去判决 之前的离婚是无效的 所以他的前一段婚姻合法 那也造成了现在后一段婚姻 他也是存在 所以法院不应该是 法院应该是要来解决问题 而不是进一步的去制造问题 民队入处的结果 第二阶段的老公子没法接受 没有竟然也是百人的 你第一阶段的老公子 也是希望没有能够回头 对处立书刷役以后 现在这些人再打离婚的冠西才能够解冠 但是这段期间三个人的关系 真的是真没当立个轮 这一阶段是台北齐彩虹博德